接下来,因为我们只有抓手机的图片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别人说按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就是把那个动作加进去 因为刚刚抓的图它是静态的图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一页 你就去思考我是不是要点这一个按钮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做法就是补充做什么事情那件事 例如说点 然后接下来直接把这个字变大一点 那通常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会刻意的把这个地方圈起来 就是点什么地方 其实我倒觉得说 看你怎么表达这个点这件事情 好,例如说假设我没有填满 然后把边框设为红色粗一点 红色粗一点 好,然后文字放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或者是我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框 我直接插入,例如说一个箭头 插入一个箭头 都可以 只是这个箭头啊 我建议各位要把它设回 例如说红色啊 粗一点 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只是为了要特别强调讲这件事 好,那就请你们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 您做什么动作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字 就只要把你要做什么动作 请用我刚刚教你的这一招把它补上去 好吗 就是要打什么字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给你一点点时间 把那个动作 用文字方块的方式呈现